中时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做不要等到毕业以后 作为一名大学生你可能刚刚进入大学 懵懵懂懂不知该如何开始新的学习生活 你可能在大学社团备受重用却耽误了学习 正左右为难 你也可能正在面临考研还是就业的选择彻夜难眠 你当然还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问题 关于友情关于爱情等等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就可以为你解答这些疑问 本书作者秋叶大叔原名张志 他最开始被很多人熟悉 是因为他是网易云课堂最受欢迎的课程 和秋叶一起学PPT的主创 国内最受欢迎的PPT达人 实际上张志的真实身份是武汉工程大学的副教授 该校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主任 以及秋叶清语志愿队微信公众号的创始人 他几乎每晚都会通过公众号和全国的大学生互动 为他们答疑解惑 那么在这本书里 秋叶大叔有哪些建议要告诉大学生呢 下面我就分三部分给你讲解 第一 如何学习才能事半功倍 第二 如何增强未来的社会竞争力 第三 如何在人生岔路口做抉择 我们先来聊聊第一个问题 大学生该如何学习才能事半功倍 上了大学很多人都感觉自己变忙了 不仅要忙着上专业课 还要参加社团竞选班干部 补上高中阶段没能好好玩的遗憾 可能还要抓紧时间谈场恋爱 于是到了第一学期末 原本成绩还不错的你 也就勉强及格 甚至竟然挂科了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 既不耽误学习 又能兼顾日常事务呢 作者提出了以下四条建议 第一 要学会自学 自学能力是人一辈子最重要的能力之一 也是你在大学里需要重点培养的能力 以自学一门课程为例 作者提出了一个五步思维模式法 第一步 分析背景 通过询问老师和高年级的学生 或者在网络上搜索信息 自己评估一下 这门课程适合在多长时间自学完 要以哪些课程为基础 是否适合自学等 第二步 找准问题 就是要想清楚自学的难点在何处 比如课程资料是不是好找 自己的知识储备够不够 自己又是否缺乏毅力等 第三步 提出对策 就是针对问题找到解决方案 比如你需不需要上网报一个课程 是不是需要找一个同伴一起学习 相互监督 第四步 落实行动 你需要拟定一个学习计划并严格执行 具体到每个月 每一周甚至每天 第五步 效果评估 比如你需要定期检查自己是否按计划学习了 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等等 这样一套自学的思维模式 可以套用到所有知识的学习上 比如学钢琴 学绘画 学演讲 学炒鼓等等 一旦你具备了系统的自我学习能力 那么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无论面对什么难题都能迎刃而解 第二 要学会高效学习 时间是公平的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学到更多的东西 拼的就是每个人的学习效率 作者认为 所有的知识都可以分为原知识 硬知识和软知识 学习效率高的人 一定是掌握了扎实的原知识 那原知识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某领域里解决问题的思维体系 它向你解释万事万物为什么是 而不是简单地告诉你是什么 比如想要研究历史的人 只会死记硬背知识点是不行的 只有掌握了各种历史观 还有对历史证据的考据方法 才能独立展开研究 遗憾的是 大多数人都会把大量精力 投入到基础硬知识上 就是死记硬背各学科的知识点 这些知识点背完就容易忘 并不能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习能力 而软知识是指通过社会实践 实习社团活动获得的经验知识 这是在实践层面获得的知识 是对硬知识和原知识的应用 因此作者建议 大学生应该在大学里专注学习 多读本专业的理论经典著作 学习伟人和大师的思维方法 巩固自己的原知识 一旦脑海里有了这门学科的全局观 不仅能在思考力上有大幅提升 也能大大的提高学习效率 第三 要学会有效提问 什么是有效提问呢 打个比方 经常有同学一上来就问别人 我该不该考研 或者我要不要挽回女朋友 之类的问题 这类问题啊 不仅让被问者一头雾水 提问者一时间也得不到想要的答案 大学生们 无论是在学校里 还是今后走向社会 一定有很多问题 需要向老师 同事和领导求助 关于提问 作者建议 你分以下几步走 第一步 先用不同的关键词 在网络上搜索答案 或者去图书馆查找资料 看看能不能找到你需要的答案 第二步 问题如果不紧急 去提问网站寻找答主解答 第三 若问题紧急 物色一个合适人选 直接提问 但要判断一下 这个人在该领域是否专业 权威 第四步 提问前先做自我介绍 第五步 具体描述问题的前因后果 否则得到的一定是泛泛而答 第六步 做好被拒绝的准备 毕竟没人有义务回答你 当你熟练掌握了提问技巧 你会发现你能越来越快捷地 获得你想要的知识 当然了 提问并不是偷懒的借口 还应该先尽可能地自己去寻找问题的答案 第四 要学会广获信息 毫无疑问 在当今这个时代 掌握信息者就掌握了主动权 而这种获取信息的能力 应该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培养 作者以择业为例 给你提供了五种获取信息的途径 第一种 通过搜索行业综述文章 了解他们的价值链 第二种 通过搜索各大论坛 人们关于该行业的讨论 了解他们的文化 第三种 通过搜索相关的招聘岗位 了解该行业就业和岗位情况 第四种 通过微博微信等 了解该行业的人脉信息 第五种 通过大量阅读该行业的相关书籍 建立他们的知识体系 通过这五种途径 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 对自己感兴趣的行业或岗位 有个全方面的了解 只要你会出类旁通 这些方法也能用在其他许多方面 这样的能力一旦养成 对你今后的工作会有极大的帮助 好了 第一个问题说完了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在大学里 如何能让学习事半功倍呢 首先要通过五步思维法学会自学 其次要学会高校学习 而高校学习的关键 是要掌握过硬的原知识 第三要学会有效提问 在提问之前 不妨按照作者的建议分六步走 这样能让你的问题更加清晰明确 有针对性 你也更加容易获得想要的答案 最后要学会广阔信息 只要掌握好这四种学习策略 你在大学里的学习一定能事半功倍 其实对于许多中国学生而言 从小家长对自己的唯一要求 就是好好读书 所以学习对很多大学生来说 可能并非难事 而大学生终究要走上社会 可不仅仅是会读书就行 因此你要充分利用大学时光 提高自己未来的社会竞争力 这样毕业之后 你才能更好地融入社会 在工作单位如鱼得水 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作者认为增强社会竞争力 一是要提升工作协调能力 二是要学会化解与他人的矛盾 三是要提升求职的能力 大学生提升工作协调能力 有参加社团和勤工俭学这两条途径 比如说在社团工作当中 刚加入社团时 你可能会被要求处理一些极其琐碎的事物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琐碎小事 往往就是这些小事 实实在在地锻炼了你处理事物的能力 以布置一个会场为例 在没有处理事物的经验之前 你可能只知道开会得做一条横幅 可是怎么实现呢 你是一头雾水 一旦你有了经验 接到做横幅的任务 你脑海里立刻就会列出 这样一系列的问题 横幅多少钱一米 是否在预算之内 我需要预留多少定制时间 学校附近有哪些商家可以做横幅 联系方式如何获得 商家能提供上门安装服务吗 当你考虑问题越来越具体细致 你处理事物的能力也就越来越强了 随着社团工作或者学生会工作的深入 你会发现工作越来越多 责任越来越大 竟然开始和学业发生了冲突 这时你还需要提升时间管理能力 因为当你走上职场 每个人都要兼顾到工作 家庭朋友 你现在遇到的情况 今后也必定会遇到 作者认为 时间管理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充分合理的运用碎片时间 首先你要学会 不被琐碎的事物 打断连续的思考 其次要学会将需要大块时间完成的工作 分解成可利用碎片时间完成的工作 第三 并且依赖大片时间完成工作的习惯 训练利用碎片时间解决事物的能力 做到这三点 你处理事物的能力 必定又能上一个台阶 除了参加社团 勤工俭学也是提升工作协调能力的有效途径 其实无论你家庭经济条件好坏 大学生通过自己双手获得一些收益 丰富人生阅历 都是一件好事 作者认为 哪怕仅仅是图书馆里摆放图书 做家教这样看似简单的工作 你都应该借此锻炼自己处理事物的能力 以做家教为例 有的人做家教只是照本宣科 没有章法 也没有独立见解 而有的同学却很走心 把家教拆分成五个环节来完成 选择教材 分解教学单元 教学互动 安排课后作业 定期巩固测试 虽然大家的工资相差无几 但认真对待这项工作的同学 势必会从中收益更多 想尽办法帮自己的学生提升成绩的互动过程 也是提升工作协调能力的过程 在协调工作处理复杂事物的过程当中 当然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 你必定会遇到和他人的矛盾 如果你能将大学生活当成对未来生活的实习 学会化解和别人的矛盾 你就会逐渐成长为一个高情商 受人欢迎的人 所以学会化解矛盾 也是增强未来社会竞争力的必修课 就拿化解和同学的矛盾来说吧 其实很多人都是在进入大学之后 才第一次和那么多人日夜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 以前在家父母都会让着你 而在学生请示 每个人都需要相互迁就才能和谐共处 也许有人不懂得互相尊重 总是侵犯你的利益 比如半夜在宿舍玩手机不关静音 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床下 以为和你关系好就乱用你东西等 最终导致你们当面起了冲突 也可能你仅仅是看不惯某个人 只要一看见他心里就难受 这样的情况你现在会遇到 今后走上社会一样也会遇到 因此面对和同学的矛盾 你可以这样做 第一求同存异 不要强求别人和你的生活习惯看法一致 孔子言君子何而不同 比方说同学对事物不同的见解 你如果不认可 你可以陈述自己的看法 却不应该为此争执 设有如果习惯晚睡晚起 你可以和对方约法三章 互不干扰 而不必为此耿耿于怀 第二学会制造台阶给别人下 若和同学发生了争执 事后可以找个理由与对方搭话 比如借一下手机充电器 请教一个席题 给对方一个台阶下 也许下次对方也会给你台阶下 这不仅会显得你心胸豁达 也是给自己留了余地 第三如果实在尴尬 最简单的就是交给时间和距离去解决 到不同不相为谋 实在不喜欢某个人 也不用强求自己 保持礼貌 然后稍微避开此人 一段时间过去之后 也许情况会发生变化 总之不仅仅是处理和同学的矛盾 和父母朋友相处时 也要少指责别人多反省自己 这样比较容易平静下来 才可能换个角度去看问题 比起社团工作 勤工俭学和维护同学关系 对大学生来说 求职才是处理事物的能力当中 最重要的一次发挥 那么如何能提升求职的能力 作者建议 你在大学阶段 最起码要做好以下准备 首先你要能写一份好简历 这得分四步走 第一步是提前准备 这里的准备不是指准备简历本身 而是准备简历上的经历 从大一开始就要有意识地 去积累各方面的经验 这都是日后你简历上的素材 当然你也得积累各种简历排版的知识 甚至学会用PS来为你的简历加分 第二步是要认真调研 投放简历之前 去招聘网站了解意向单位的用人需求 根据需求组织你的简历语言 不用展示太多不相干的信息 第三步是要设计内容 简历要有条理 少说形容词副词 多说展示你能力的事实 可以用数字图表来展现技能 最重要的一点是 不要用一份简历投向所有岗位 一份简历只能对应一类岗位 甚至是一个岗位 这样能提升你被选中的概率 第四步是要认真排版 好简历绝不是密密麻麻文字的堆积 要学会用线条和颜色去引导别人阅读 适当留白 你可以去网上参考别人的简历模板 获取一些排版的灵感 其次要提升求职能力 与其大量考证不如学会熟练运用相应工作的必备工具 很多同学为了增加求职的砝码 除了考大学生必备的四六级计算机以外 还去考导游证 普通话 心理咨询师 会计证等 并不是说这些证书没用 而是与其乱考一堆证书 不如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 扎实学一些能够在工作当中 帮助你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 比如学机械建筑的掌握好CED软件 学电子的掌握好电子设计软件 学工程的掌握好一种常用的报价软件等 求职时 用这些软件做出作品给用人单位看 甚至比证书更有效 因此 要想在大学时期增强自己未来的社会竞争力 你不仅需要提升协调工作的能力和化解矛盾的能力 还要尽早增加自己的求职码码 提升自己的求职能力 上大学之前 大部分中国孩子都是在家长的庇护下成长 人生的前18年 很多时候都是父母在为你做选择 然而随着年龄和生活经验的增长 你当然不能再依赖父母 总有一天你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更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下面我就以大学生最容易遇到的四个场景为例 给你讲解在人生的岔路口 你该如何做出抉择 场景一 我该学本专业还是换专业 一上大学 很多人都会遇到一个困惑 我不喜欢我的专业怎么办 作者指出了两条正确之路 第一 培养对本专业的兴趣并坚持学下去 第二 换专业学习 事实上 很多大学生在面临这个问题时 选择的却是第三条路 以不喜欢本专业为借口 浑浑噩噩的混日子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他们把专业和爱好混为一谈了 要知道能把自己的爱好当工作 对99%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奢望 专业不等于爱好 专业是不管你是否喜欢它 都必须经过大量艰苦的训练 最终才能成为专才靠它就业 一旦想明白了专业与爱好的区别 你就能够摆正心态 培养出对本专业的兴趣并学下去 当然还有少部分人仍旧不喜欢自己的专业 作者提醒这样的同学 一味抱怨和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 假如真的不喜欢本专业 就趁着刚入学冷静思考如下五个问题 一 我了解自己的专业吗 二 我了解自己想要调换的专业吗 三 哪个专业更能利用家庭的人脉 四 哪个专业技术含量更高 更不易被取代 五 十年之后社会上更需要哪种人才 在深入思考之后 再决定是否立刻启动换专业的程序 一旦做好了决定 就应当沉下心来 踏踏实实学好自己的专业 场景二 我该考研还是就业 到了大三大四 有不少同学又会面临一个难题 考研还是就业 作者认为考研也好就业也罢 都不是人生的最终目标 人生最终目标应该是让自己和家人过得幸福 实现人生理想 考研和就业不过是通向最终目标的两条路而已 那究竟该如何提升选择力 做出恰当的选择呢 你可以拿出纸和笔 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第一 从经济因素来考虑 你的家庭或者你自己还可以支持你三年吗 第二 从就业压力来考虑 就业机会多可以先选择就业 就业之后再考研 第三 从专业兴趣来考虑 如果对考研专业根本没有兴趣 只是为了逃避就业 建议还是就业 第四 从报考难度来考虑 如果报考的研究生专业难度大 你又不接受调剂 建议先考虑就业等等 无论面临什么问题 你都可以把利弊写在纸上 这样有利于你理清思绪 一旦利弊分明 你就能够比较容易地做出选择 场景三 我是去企业应聘 还是考公务员 当你左手拿着500强知名企业的offer 右手拿着公务员录取通知书 你该如何做出选择呢 这时 作者建议 你可以用假设失去法来权衡 假设我去了500强企业 我会失去安逸的生活 准点上下班的自由 低强度的劳动 稳定的岗位等 假设我去公务员 我会失去宽广的竞生空间 高薪 对未知的挑战等 两种失去 哪一种你更不能 也更不愿意接受 自然有了答案 场景四 我该求职还是创业 现在有不少大学生 都心怀一个创业猛 加上社会大肆鼓励 大学生创业 国家在法律和税收上 还专门为大学生创业 开了绿灯 这就让很多大学生 蠢蠢欲动 如果你也在纠结求职 还是创业 不妨先在校内 去参加一些创业竞赛项目 然后试着写一份 商业计划书 帮助自己选择 你还可以判断下自己 是不是在大学阶段 就积累了丰富的人脉 与大量社会知识 家人或者亲友 是不是相关领域的行家 你有没有办法 找到创业的现金流等等 对于不完全满足 以上三点的同学 还是先去工作 积累足够的经验 和人脉之后再创业 其实在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 假如你企图 用一次好的选择 锁定终身的幸福 是天真又无知的 站在人生的岔路口 聪明的人不会左顾右盼 而会应该权衡利弊 勇敢地做出抉择 并尽力让自己所选变得靠谱 聊到这里 你也许就能体会到了 作者将书名起为 不要等到毕业以后的 良苦用心了吧 其实不要等到毕业以后 是一句还未说完的话 不要等到毕业以后才发现 还没掌握让学习 事半功倍的方法 还没让自己的社会竞争力变强 还没学会在人生岔路口 做抉择 为了不要让自己毕业之后 有这些遗憾 就从现在开始努力吧 不要等到毕业以后 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